送爷爷又来挖笋了 熊猫世界的笋长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传说中的雨后春笋 挖好竹笋的爷爷来给辉宝洗澡 辉宝先是抢毛巾 接着再抱腿 爷爷正好趁机擦起来 看着小熊已经长多大了 他一边挣扎一边被爷爷擦着 爷爷一边擦一边数落他 上哪里把自己搞这么脏 趁爷爷擦屁股的空当 他把头缩起来 这就要玩打管 爷爷忙得热火朝天 他在地上滚来滚去 爷爷你就别想擦干净 好不容易染成纯天然色的小熊 被爷爷彻底擦没了 这就要找爷爷算账去 韩国这边刚过玩儿童节 又要过双清节 爷爷已经送上了给乐宝的礼物 这是一根特别长的竹笋 这简直就是一根长长的棍子 在韩国也就这条件了 熊猫很喜欢竹笋 他可以挑剔竹叶 却对任何的竹笋都喜欢 他们可以吃很硬的竹肝 这个看起来很老的竹笋在他口里 也是又嫩又脆的美食 爱宝也同样得到了爸爸送来的竹笋 送宝也不忘送上节日的祝福 爱宝吃得津津有味 不时还回头回应爸爸的聊天 竹笋寄到了 好好享受吧 爱宝 随着爱宝的咀嚼 此刻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竹笋的清香味 这是他们最爱的美食剂 今天的竹子也很新鲜 乐宝正竖起兔子耳朵听爸爸的话 相比竹叶 乐宝更喜欢有嚼劲的竹筋 而女熊们才更喜欢竹叶呢 双胞胎躺在同一棵大树上睡着了 两姐妹似乎找到了彼此都舒适的位置 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共处一树的方法 爱宝正在树下吃饭 带孩子的母亲很容易饿 她需要多补充营养 靠在这里吃饭也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趁孩子们没醒来之前 享受一段安静的美食时光 爱宝很擅长找到生活的平衡点